是否繼續關心的是為提醒到救災的機靈 改觀瀟峰局第三大隊最好在 中部分水客的合處團進行到救災演練 而因為西南氣流造成了連立的大河 提出到啟水北點要讓救災演練競隔壁斤 模擬賓中受困 剋到橫渡省 瀟峰林館參加到北點的啟水 另外還有瀟峰林館搭配到這一傳的裝備 在啟水當中順水水 仍是放牢的救館 真正對花瓶跳入水中救館 是比青座市攻擊市橫渡救援 這個時間會關心風局第三大隊探討人力大河 啟水北點所做的水局救災演練 下雨在這個情境當中是更為低增 在整個我們雲水系上的流量 水雲的流量非常的大 在搶救上也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在演練當中 可以很順速了解這個水流的狀況 更加了解到救生的一個本質 這場水球會救災演練13號在 中部分水駕合處堂來進行 包括嘉義官小風局第三大隊 和嘉義官宜用 鐵井 搜救隊 總共出動28人進行 雲雷浮標救生 拋繩帶救生 攻擊市橫渡救援 橫渡繩架設 攔截繩架設 潜水搜救救援 插憲安表示 第三大隊 博庫來五年來發生十三驚 堵水屬驚 有十二人失望 所以定義基盤安全 以提升到救災的機靈 這就是口游泳中部香 採用普通